談談阿里巴巴 有一個比較大的反彈 現在正在升8% 正在升9.6% 去到122元的水平 公司就說會申設中國數字商業 和海外數字商業 就是將那個架構分開 將電商的架構分開 希望減低監管憂慮 其實昨天看到都跌得多 但去到110元其實是頗硬的 你怎樣分析那個架構重組 還有你覺得你現在開市之後 有投資者都想買 那你又建不建議呢 首先我都不用理會 我可能在很多平台 都是這麼堅決的立場 在這裏可能第二次上來 或者在這裏都可以再說多次 壓力這個架構我什麼位都不買 我從頭到尾都是非常看淡的 即今次的重組 或者有些管理層的變動 你都覺得無助去的前景 我倒轉是軟轉這樣說 一直好的話就不用重組 或者這樣說就是 很多時候做一些很大動作的重組 你想想想 我們要細心點去思考 你為什麼要做這麼大的重組 你只要邏輯你很不行 你才會做這麼大的重組 好像另外一間公司可以點名 好像海底撈那樣的 你如果只是順風順水的 開店都是正正常常的 有時覺得開錯了 就是鬼祟祟祟的 生幾十間 生幾十間沒有人理會你 你明白嗎 突然間是說 一個很重大的重組 好像很偉大的計劃 一個什麼砸目了政策 就是有這個詞 我不知道有什麼內容 做了很多偉打槍 然後我跟你說一句 好 那個砸目了第一次就是 減三百家 減三百家 其實我也是想說 你要想想商業角度一句 因為你還沒去到最痛的那一刻 你都不會做這樣的行為 等於又有一個比喻 好像會計制度裏面的撇像 其實有時可以灰色地帶質質薄的 是不撇的 但是去到要很重大撇的 就是去到真的連會計師都是 怎樣張就都說 不行 我過不了關 你不要這樣 你才可以做一些這樣的行為 所以我自己對於阿里巴巴 我覺得做一些所謂重大同組 第一 成效這些事實上可以不可以 就天跳可以 或者很後才分成 很後多後 我不知道 我就知道你現在這樣做 就是反向 就是順推了邏輯 你也挺不空的 你才會這樣做的 所以其實這個行為 是一個示弱的行為 是 好謂示弱的 我會覺得OK 當然了 你說 那為什麼股顧反彈呢 其實我覺得 那股份呢 我覺得阿里巴巴現在 我坦誠過 我覺得在一般的省戶的心態 我覺得都是一個很大的陷阱 我直言 如果我覺得你不喜歡聽的 其實不要緊的 但是我就想說 阿里巴巴我覺得呢 現在民眾對他的心態是怎樣的呢 他每一次反彈的時候 就覺得 是的 這個是底部了 這個就是傳說中的 我是買中了馬雲的最低潮的那一刻 是的 其實大家不要介意 大家張心比計 大家互相坦白聊天 大家的想法是不是這樣 老實說一句 就是你前面在130元或140元 那一段暴彈到80元 那一段也彈得很震撼的 是的 但是其實你事後 反向看 這一段的夾倉 其實是殘留了那麼多上升列後 其實以我們基金的操補的學問 我覺得很大機會 今天純粹是補淡倉的 是的 就是很多人是做了沽空 然後跟著 他跌到盡了 可能有些試借借借的樣子夾上去 那些沽空那些人就乘機平倉 然後有一段 是有一大众 就是我們叫做鐵粉 然後又掃進去 變成在那一段的動力 那一剎那的momentum裡面 就是看好一些人又買 然後很trick的 看淡的人又買 因為他們買去平倉 那雙方推的力量 就是推上去 所以我們估計這次 應該也是這樣 這個 可能8% 那又是沽空的人要去平倉 那些是無限的看好的鐵粉 然後又買進去 那就雙向力量推上去 是 那我覺得那段浪 就是現在這下 可能跟前面那段浪 是一模一樣的下 所以我會覺得 在分裂面圖裡面 是從來沒有變過的 我最後強調一點就是說 其實看阿里巴巴 我覺得你靜心想一點就是 在中線的圍道 它去到什麼時候 才可以站穩不讓人蠶食呢 還是會不會每年是1% 或者2%的市佔率 被人是 就是給所有科技股 是一個圍剿式的 這樣去搶去市佔率呢 那大家可以細心試試一下 那我覺得如果你認為 會繼續被人搶 然後你又去買阿里巴巴的話呢 那我會覺得很奇怪 就是無論中長線還是短線 你都不建議投資者去追入 那我最後也是軟轉說 就是無論在香港的市場 如果你認識美國的市場 這個世界整個森林 有萬多棵樹的 是 那每棵樹代表一隻股票 這個世界是有萬多棵樹的 是 不需要一定要那一隻的 我之後再加多個軟轉的說話 其實阿里巴巴這一種 是這樣的逢低維護 逢低維護的心態呢 我會很聯想到 昔日有一隻股份 那隻叫做匯豐控股 是 我講完 我不想再講了 現在講完了